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家新闻,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呢,要先带你来关心 基隆昨天是新增了两起确诊病例 其中一位是70多岁的老先生 在7月4号打疫苗后就从未出门 目前因为要入住安养机构 因此到医院检测时发现确诊 基隆市长林又昌8月11号再次召开疫情记者会 因为新增两起确诊病例 其中案15919是一位50多岁的清洁人员 因为台北市百货公司贵解确诊案在8月4号被匡列 8月9号要解除隔离师检测确诊 基隆市这方面也公布相关疫调主机 提醒市民注意 案15920则是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 因为长骨刺不良于行 在7月4号到施打站打完疫苗后就未出门 没想到一个多月后 因为要入住安养机构到医院检测 却发现染疫 基隆市这方面已经匡列他的市民家人 并进行PCR检测 追查感染源 基隆的两个个案 其中一个是早就8月4号就已经狂烈 所以他也不是新增的一个案例 那另外那一位长者因为都在家里面 所以比较可能的是他的家人传染给他的 那他的家人在外县市也有 这个工作的这个职场的环境 那目前了解起来是职场的环境 初步疫调是没有确诊者 但是他这个感染源一定是从外面 回来家里面的 那所以那部分还要进一步厘清 所以我们刚刚在讲说 做了PCR跟血清的一个检测 才知道说他四个家人里面 有没有其中是哪一个 他是这个是可能的一个感染源 然后才有办法做进一步的一个追查 刘昌强调基隆很早就零确诊 也持续一段时间 显示社区是干净的 不过因为身处大台北生活圈 与双北互动密切 最近感染者与疫情初期一样 几乎都与双北有关 因此也再次呼吁大家 即使打过疫苗 也要持续做好个人防疫工作 才能有效防堵病毒侵袭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导 再带你来看 金融市政府落实防疫指引 今年普渡现场除了出入口管制外 更限制出席的人数 仅由金融市长林又昌 率领副市长与各局处首长 来代表进行击败 在法师主持下 金融市长林又昌 慈祥与副市长林永发 秘书长黄俊毅 及市政府各一级主管共同祭拜 这是金融市政府普渡现场 各局处都准备了丰厚的贡品 不过和往年人声鼎沸不同 现场除了市长副市长与各局处主管及工作人员外 都没有市府同仁参加 入口处还进行人员管控 就是希望做好防疫工作 今天是我们金融市政府的普渡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其实做一个防疫指引下的普渡的一个示范 那平常往年的话我们所有的员工都会出来 不过今年依照防疫的一个指引 那由市长来主计 那其他人不持乡 用手来做这个礼拜 那所以心意诚意不变 科医也不变 但是在防疫之下呢 完成普渡的一个仪式 我想这个诚心诚意 这个祈愿这个好兄弟老大公 保佑大家平安健康 也保佑这个金融市的市政能够顺利 牛肠也再次呼吁大家遵守相关防疫规定 进行普渡时做好社交距离 避免人潮聚集 平安完成这项传统祭典活动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 再带你来看金融牙医师工会举办儿童夏丽营 适逢8月有父亲节 因此就邀请爸爸们与孩子们一起来刷牙 教育正确的结牙保健 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小朋友都待在家里上课 很多小朋友常常是 边上课边喝饮料边吃零食 而且又不刷牙 一个暑假过后 你的牙齿呢 搞不好就会像糖果吃一样 哦 满口都是蛀牙了 爱吃糖果的糖果吃 忘了刷牙 过了暑假之后满口蛀牙 暑期夏令营教导小朋友 如何正确刷牙 也要利用牙线和牙线棒 彻底清除牙垢 如果你是用这种标准的一条线啊 很好 我如果这边这一段长得没有关系 我这段收这段长 就可以把其他的凤凤 用干净的每一段 这样才不会把凤凤的试剧带来带 这样小朋友们知道了吗 疫情降为二级 暑假期间 孩子有了规律的生活 但口腔保健有没有落实 8月88节 线上夏令营邀请爸爸和孩子们一起刷牙 教育正确的解牙保健 在家里呢 生活做起不正常 不仅晚睡晚起 零食饮料 一直吃 甚至呢 还会忘记刷牙 所以呢 希望我们呢 能够继续在家常 让更多的小朋友参加 于是我们在这个暑假期间呢 陆陆续续呢 总共办了三场的线上牙衣夏令营 课程中还邀请了阳光基金会 口腔癌病友 分享口腔癌患者 在生活上不便 提醒小朋友 平时要落实牙齿保健 牙齿跟口腔保护 是非常重要的议题 对孩子来说 那国小的时候 他们可能遇到的是 蛀牙跟换牙的困扰 但国中之后 他们可能会遇到 香烟跟槟榔的诱惑 那阳光基金会长期 去做口腔癌的预防宣导 其实就是希望孩子的身体 能够一路健康 避免去遇到很多的伤害 最近疫情降为二级 一周内 牙医师就接到两位小朋友 因为蛀牙 严重导致蜂窝性组织炎 整个半边脸都肿了起来 提醒家长 开学前 记得带孩子们 去给牙医师检查 以免因为疫情 而耽误了治疗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新冠肺炎疫情 虽然趋缓 不过Delta变种病毒 依旧是虎视眈眈 因此国际佛光会 中华总会 特地制证了一个价值 50万元左右的智慧防疫门 给基隆市立医院 安装在一二路的门诊大门 守护进出的医护人员 还有看病的民众 安装在一二路 基隆市立医院门诊大门 一个价值50万元的智慧防疫门 兼具AI冷脸快速追踪 和高辨识率 不用接触式的 红外线额温测量 自动手部酒精喷雾机 以及美国RGF 主动光氢离子杀菌 和没有佩戴口罩的检测 以及体温异常时的警铃 或是闪灯警示等 五合一的功能 守护进出的医护人员 和看病的民众 新冠肺炎疫情虽然趋缓 不过Delta变种病毒依旧虎视眈眈 因此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 特地制证这个智慧防疫门 给基隆市立医院 安装在一二路的门诊大门 由佛光山吉乐寺 住持庙章法师带领护法等志工团队 代表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 捐赠给基隆市立医院 由市立医院院长王慧俊 亲自接收和感谢 我们的市立医院王慧俊会长 那么也是这个我们国际佛光会的督导长 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姻缘 那知道了市立医院有这个需要 所以我们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 那特别捐赠一座的智慧防疫门 也希望他们能够在民众来医疗 那么的时候也能够很便民 那很安全 那很有这个效率的 很安全的让他们能够这个得到 很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防疫 这一次我们今天能够得到这个防疫门 除了国际佛光会还有送 好像市府好像有两座三座之外呢 那住持突然想到我们市立医院 因为我就是跟住持 住持对我们市立医院非常的关心 所以就问我说要不要这一步 我说好啊 因为我们门整的大小 刚好跟这个防疫门刚好差不多 然后就在这样子的姻缘 住持了一句话 就促成了今天的这件事 那以后呢 来基隆市立医院的民众呢 相对他就非常的 有一个很干净 有一个很安全的一个防疫的一个空间 那对于基隆市民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福气 也是我们基隆市立医院很大的一个 非常感恩的地方 除了捐赠给基隆市立医院之外 前阵子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 也先捐赠三个同样等级 每个价值50万元的智慧防疫门 给基隆市政府 安装在市政府的主要进出口 同样守护进出市政府人员和民众的健康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基隆市区有一间银行的提款机插槽 目前被人放置了侧入器 所幸银行的行员 几紧发现通报警方 为造成民众财务损失 警方已经锁定两名外籍男子 宪政全力追起 插入卡片 按下密码准备提领现金 但现在银行行员却发现 机器里面多了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铁片引起行员注意 也是一个记录卡片的装置 赶紧通知警方 清查银行有没有被装上侧入器 两名外籍男子上个月利用深夜 将侧入装置插进提款机里 但却被行员发现报警处理 本分局接入报案后 立即组成专案小组 目前初步清场 尚未有民众被害 并且以锁定特定犯行 积极证办中 警方提醒提款民众 于提款时 如发现有提款机 无关的设备装置 反观计 或有可疑人士在附近排外时 应立即向金融机构反映或报警处理 究竟嫌犯为何选定这间银行 摊开地图 这间银行就在金融庙口 距离车站不到三分钟的车程 两名外籍嫌犯 搭乘大众交通工具离开 躲避警方追查 所幸经过全面清查 金融其他银行没有被装侧入器 而银行成了盗领集团的目标 警方正全力的追弃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 现在是七毒马林地区绿竹笋的产季 但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以及山珠大举出没啃食绿竹笋 这个笋笋的收入是受到非常大的冲击 因此不少笋笋只好自己寻找深入 利用绿竹笋纯手工制作好吃的笋笋 以及脆笋来贩卖 多少补贴一年来的人力成本及肥料费用 拿着锐利的小菜刀花上好几个小时的时间 细心的先把绿竹笋切成一小片一小片 薄薄的笋片再拿去炒熟炒干水分后 拌入腊油调味再密封包装冷藏 至少可以保存一个月 就成为方便又可口好吃的笋笋笋 泡水差不多四个小时换一次水 要换三次水 然后再去烫煮熟 就是说你煮差不多开 我们大火开了以后 然后中小火差不多要再二十分钟 然后把它捞起来逆干 逆干然后再炒 炒成这个成品这样子 另外笋笋笋 陈金堡也把绿竹笋切成块状后 拿去泡水几个小时 捞起再加入粗盐后 用够重的大石头压干粒水好几个小时 做成生脆笋 不用冷藏 常温就可以保存三年以上 非常适合要做佛跳墙或是卤猪蹄膀时 可以一起加入半煮的好食材 这个像你讲的到时候泡水之后 可以拿来煮蹄膀佛跳墙 都可以都可以 煮排骨汤也可以 跟那个煮梅干菜 很好吃 虽然现在是七毒马林地区绿竹笋的产季 但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因为防疫措施 民众到传统菜市场的买气大减 以及受到山猪大举出没啃食绿竹笋的影响 笋笋的收入都受到非常大的冲击 山不转路转只好自己寻找深入 利用绿竹笋纯手工制作好吃的笋笋 以及脆笋贩卖 虽然不足以补贴家用 至少可以自行补贴一些 一年来种植绿竹笋 所花费的人工以及肥料等费用 有时候市场 因为它限时间啊 都有人站路口啊 还有QR 扣啊 还有签名啊 有的时候老人家跟我讲说 吃到老了这就卧鲜名 这卧鲜鱼啦 然后人家就不愿进来 有的时候一个礼拜出来一次 本来出来三次现在剩出来一次 那我本来如果说是100斤的话 台阶100斤的话 我可以差不多 我以前都差不多6点20才到市场 可是现在不行 现在我说早上5点40就到市场 大家都要闪开那个 那个大宣导的单位啦 然后他们就是我买走了 他们还没来宣导这样子 不用签名不用QR 所以他们都很早 差不多5点40的话 有时候要卖到12点 我以前不用 5点差不多10点左右 我就全部就卖完了 生意有没有大概差到7、8成以上 有7成左右 7成左右 现在这今年真的生意很不好做 不好做 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又生意不好做 又山豬来捣乱 吃了我那么多 现在一斤一斤的一斤还一百多块 对啊 让它挖过的冲不会再长了 因为现在刚好第二期 第二期的笋子刚好又很大 我们台语叫环顺 环顺 环顺现在刚刚放到 每天都吃了一斤包 它就绿色的浮在土地上面 它就 它不吃啊 它挖这里面就是刃牙的 这个很白的 它就给你弄掉 它弄掉以后 那一颗从来就不会再长 很严重很严重 而且只要它到地后 你这边有两百重的那个粒竹 没有一颗可以信任的 全部都糟蹋了 好啊 会非常严重 今年它这样农作物大概 光绿竹损大概就被破坏 大概有五成左右 哦 有 曾经保表是自行制作的笋笼 一包一百元 萃损也是成本价 一包约半斤同样一百元 都比市价要便宜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打电话购买 自用或送人两相宜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你在找工作吗 安心上工方案 让政府帮助你 疏困补助让您安心及时上工 每月最高一万两千八百元 最长可工作六个月 训练今天让您充电再出发 每月最高可领到一万九千两百元 实业了也不用担心子女的学费 每名补助四千元到两万四千元 纾困4.0 政府助您渡难关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及摄影比赛活动 今年已经迈入第四届了 基隆是一座进步翻转中的城市 充满着梦想 未来与无限可能 今年我们以A City for All 为主题 用影像来说故事 分为影片征选 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四十八万六千元 希望能够激荡出不同的印象火花 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参加 详情请洽活动官网 我是之前去你们公司应征的张先生 你们不是说会再通知我上班时间吗 都已经过了两个礼拜了 怎么都还没有消息 先生 你以为来填个资料就能保证录取吗 你想想怎么可能嘛 诶 等一下 那至少是不是这样存折要还给我吧 我还花了好几万块买你们公司的产品 你们这样不行 我要退费 喂喂 你说什么 诶 我听不清楚 喂喂喂喂 求职房片请记住三要七步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劳资关系科提醒您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水土宝石的重要性 阿嬷 这桌上怎么了 怎么光秃秃的 就有人乱挖地把树木土地挖掉 这都是很危险的哦 诶 老师上课有说过 这样可能会引起落石土石流等灾害 很危险 对啊 看到我和这些山上乱挖 就要光景通暴去工作 不 发生危险死就不够了 诶 杜苗啊 帮爸爸去买一包宴回来 和 喂 老爸 你违法了啊 学校有教 任何人都不得提供或协助传递烟品给未满18岁者 即使是老爸 你也不行 知道了 对不起 老板 给我一包鸭 同学 你满18岁了没 证件给我看 我啊 你丢 同学 这是别人的身份证吧 你骗我 啊啊啊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同学 你未满18岁 我不能卖烟给你 我会被划成耶 卖卵来啊 学长 你长相比较成熟 可以帮我买包烟吗 抽什么烟啊 学弟 我如果帮你买烟再拿给你是违法的 走 跟我去运动 远离烟品更健康 学长 你人真好 大嗒 大嗒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媒体素养是现代人必备的能力 要有自己的思考 及不被语论左右的觉醒力 在网路发达的时代 越早发掘越好 因此中佳吉隆邀请专业讲师 以线上授课的方式向下扎根 期待正面能量能无远佛界的传递出去 中佳集团善尽社会责任 近年来深入社区 积极推广媒体试读 尽管碰上新冠肺炎疫情 仍然邀请专业导演线上开课 除了教导孩子们运用手机 拍出专业作品外 还分析案例 让孩子聪明分辨真假新闻 华世代的媒体素养培养好了 还可以成为优秀的创作者哦 在华世代行动传播 远离假新闻的计划中 除了教导学生聪明辨别真假新闻外 还教孩子们拍影片 掌握远景 张景 近景的拍摄技巧 不只可以轻松拍 还可以轻松剪 多练习 顺畅后就可以做出很棒的作品 多多善用这个致免的时代呢 手机具备的一个长大的功能 还有很多APP软体 因为商业模式的关心 所以都免费可以免费使用 那这个时代真的是一个 华世代行动传播时代 好 那这时候不跟 软太和实验了 真的好实用哦 华兴国小的孩子们 都好喜欢摄影的部分 校长也与孩子们一同上线 以实际行动鼓励孩子们多元学习 谢谢我们吉隆有线电视 特别安排这次的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在这个时候来安排学生 去了解资讯的重要性 资讯的对与错 假新闻或者是假讯息的这个本 其实对学生来说相当相当的重要 他在家里面去怎么样 知道正确的去使用这些行动载具 然后不要只是在上课 然后再拿行动载具来玩游戏来聊天 我想这个对学生都是非常正面积极的帮助 真的很真的很棒 希望透过华世代行动传播 远离假新闻的课程中 让孩子们都能拥有思辨能力 进而拍出有内容的作品 传递温暖的能量 记者崔小军采访报道 再过一个月就是中秋节了 仁安基金会议邀请歌手张文奇 还有师弟郭忠祐 担任爱心大使 为韩式们募集平安包 今年平安包不仅有月饼柚子等应节礼品 还有口罩酒精 湿纸巾等清洁用品 希望陪伴韩式平安度过疫情 歌手张文奇与师弟郭忠祐 大口品尝美味月饼 有芋头酥 蛋黄酥 还有草莓香芋流星酥 每一款都让他们赞不绝口 仁安基金会韩式庆中秋活动 因疫情关系 今年该已发送平安包 除了月饼柚子等应节礼品 还有口罩酒精 湿纸巾等清洁用品 希望陪伴韩式平安度过疫情 中秋节就是怎么样 大家那个月圆团圆了 是 那今年就是真的比较特别 因为比较没有办法聚集 但是我们仁安经纪会非常的贴心 就是他们你们就是 有准备一个物资 对物资 然后还自己去送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真的很感动很感人 我们在今年有特别设计 设计了一个叫做 药河水壶的一个项目 那其实这也是因为 我们在服务的过程里面发现 还是可能因为在外头就业 或者是他们工作的时候 可能都会忘记 他们有一些慢性疾病要用药 防疫的关系 所以我们还是会有一些叫做 口罩或者是酒精湿纸巾 还有一些水 那这些零零总总 这样子的一个平安包 那也希望各界能够支持 仁安基金会今年预计发送六千四百份平安包 但受到疫情影响 募集状况比去年少了一半 希望接下来一个月 能够有更多企业团体与爱心人士响应活动 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大家也都过得比较辛苦 那在我们整体的服务的过程 也发现也有越来越多求助的对象 所以我们其实也很担心说 我们这些准备的东西会不足 那而且在我们跟去年比较的时候 其实我们今年到目前为止 其实比去年少了一半 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希望社会各界能够继续支持我们 两千五百合月圆仁安爱心月饼礼盒 八月中将在生活市集上贩售 意卖所得将全数支持韩式庆中秋活动 而平安包则是每份六百元 仁安基金会邀请民众一同响应 让韩式感受社会温暖与关怀 爱心捐款六百元 月圆仁安庆中秋 记者林喜慧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欢迎订阅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 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